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接受早期疗愈的小朋友来说 6月16号是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 114位毕业和结业生 陆遂从市长成局的手中接过证书 再来个大合照 每一个孩子都是101年度高崇市身心障碍 即发展迟缓儿童日间托育联合毕业典礼中的最佳主角 我日空空浪年七月 我参算的时候我也有参加我们身心障碍 包括发展迟缓孩子的毕业典礼 我有承诺 说在现有的基础里面 我会做得更好 让所有的家长有依靠 让这些孩子在人生的起跑点上 绝不放弃 绝对不让他放弃 长套高崇市对孩子的照顾不会少 针对特殊儿童的需求更加重视 陈局呼吁家长别忘了支持 给孩子一个机会 看着身心障碍及发展迟缓儿童 因为接受早期疗愈 得以继续往小学或托儿所等 下一个学习阶段前进 期待家长对孩子多点信心 透过早疗找到生命转机 港东省文员潘志光 采访我打 在这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当中 代表毕业生来致辞的小朋友 名字叫做陈岳佑 站上舞台陈岳佑很有大将之风 面对全场她的毕业生致辞可以说是流利又顺畅 看在陈妈妈的眼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母子俩渡过了哪些难关 等你来看他们的故事 穿着毕业服在妈妈和老师的拆服下 一步一步的走到舞台正中央 她是101年度高崇市身心障碍 即发展迟缓 而同日间托育联合毕业典礼中的 毕业生代表陈岳佑 带着市长陈菊亲手挂上象征 祝福的幸福御守拿起毕业证书 承愿又小小年纪不雀场 流畅的说出毕业感言 代表所有毕业的 谢谢爸爸妈妈 一度细心的照顾 谢谢老师 我耐心 母亲的手在一旁紧紧牵着 这一幕是用尽努力换来的 就是说我不要你躺在这里 我不要你永远都躺在这里 我很难过 你一定要清醒 是让小额科医师 就是跌破了眼睛 小额科医师说 他比他想象中 不可能恢复到这样子的 因为他说他的脑 右边的脑几乎是受创的 不太可能有这样子的可能 就是无限前年 结果我听脑科医师说 孩子是无限前年 你一定要给他机会 结果我为了他 我重庆带他去复健 一切归礼 被妈妈抱在怀中的陈岳佑 是一条好不容易救回来的小生命 爱撒娇的模样 和一般的孩子没有两样 和妹妹坐在一起 兄妹的互动融洽 而老师眼中的佑佑 是位特别认真体贴的学生 玩乐玩乐 像如果老师在忙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去帮忙小朋友喂饭 还是帮我照顾小朋友 对 真的还不错 很贴心 对 很贴心 跟着陈岳佑一块成长的 是充满爱与陪伴的环境 现在的陈妈妈只有这个心愿 他有一天他可以做到他该做的 所以我们只要他快乐 能力一定可以超出他的我们的想象 港东西文明媛潘志光 采访贸打 山区的民众接受到空中交通 来到平地收容 安置已经过了好几天 市长陈菊特别在今天的下午 再次的拨控前往了凤雄营区 来关心慰问了解 接受收容的灾民们 还有哪些需求 安置在凤雄营区的豪雨灾民 全数来自茂林区 相较于桃园和纳马夏两个原乡 这一次的撤村经验 对茂林人来说还是头一回 想起豪雨肆虐 依旧心有余悸 入住凤雄营区已经是第四天 茂林区民的安置现况 市长陈菊专程关心 握手问好倾听意见 市长的关切向市和居民 来一场面对面的小型座谈会 即使茂林区的道路已经先抢通了 灾民何时能够回家 陈菊的答案是不能大意 那现在如果台风的状况 包括整个雨量的状况 可能这一两天 这一两天不要看说现在天气看起来很好 不过事实上它的陷入可能在这两天 还会有超大豪雨 所以我们刚也是跟这些长辈来解释 我知道他们都很想念部落 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是不是再忍耐一两天 不要说又因为这一两天 那我们急着回去部落 然后又超大雨量 又有一点一点点的不安全 那我会觉得说这样 我们不能让他们陷在孤岛中 山区是否过稳定要看天气 在受安置灾民回家时间表没有出炉前 市府和军方合作确保安置生活机能 尽量完备 继续来看到的是 虽然连日的大雨现在已经暂时缓和了 但是呼晴呼雨的天气恐怕还会持续一阵子 回归到高崇市的传统市场里 婆婆妈妈可能会觉得荷包有点大失血 因为现在市场平均夜菜类的价格都往上飙升 菜饭忙着整理青菜 因为连日来大雨下个不停 别说是抢收不及 蔬菜泡在水里迈向明显变差 尤其高丽菜剥去泡水的部分 比平时小了一大半 但尽管如此价格却是一路飞涨 野菜类比较多 蔬菜类像剥菜高丽菜都比较贵 像烹香的香菜青菜 或是辣椒和蔥都去很多 像刚刚看到青江菜 原本是多少钱 现在是贵多少 原地一公斤前就在20块 所以现在一公斤前就在买到40块 差不多买一倍了 那菠菜呢 菠菜 菠菜去两三成都有 两三成都有 青江菜足足涨了一倍 就连高丽菜菠菜等价格较高的蔬菜 涨幅也在两三成以上 然而菜价涨个不停 可让上市场买菜的主妇们 伤痛脑筋 价钱还可以接受 还是要吃吗 对 还好啊 还可以接受 还好啊 反正这个是天灾又不是那个 是很正常的啦 没有关系 少少的买就带了 还是要吃吗 还是要吃啊 对 然后就少少的买 然后 这个是名声必须用品啊 就这样子啊 而在贵也只能硬着头皮买一些 倒是根筋类的蔬果 卖水性高 价格相对稳定 是不是改成买根筋类的咖嘴啊 有啊 有的都会这样 有的都会 根筋类到现在都会人接受 对啊 价格比较平稳 没去那么多都会接受 是不是 产地的价格已经涨很多了 对 涨很多了 平均大概两三成都有 一年下了一个星期大雨 蔬菜产区产兮兮 连来市场菜价也跟着飙升 菜饭建议嘱咐 如果觉得青菜太贵 买不下手 不妨多挑选 像红萝卜丝瓜等 根筋作物 营养价值同样高 但荷包相对比较深 港独新闻 王思武 潘志光采访报道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 不如意的事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捐零钱 快乐在新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应三转介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0800 请帮帮救救我 全能减碳新生火 学码步行间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学车用着助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北块霸雨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集用资源顾地球 尖能生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学码面环性保护署关机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好雨期间 减少外出并避免行驶 山区道路哦 可是如果遇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一定要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行经危险路段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哦 那就是公路听看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 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台风好雨 路况超不掌握 民众减少上路 远离灾祸 这输尽工程 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 现在我们几个月 就把它签理好了 老板 可以休息一下吗 不可以啦 你看 那些沙石车排起来 可以绕地球好几千了 挖出来的沙石 都倒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 棒球场 我们多做一点 大家就多一点保障 走 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熊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带你来关心一周新闻回顾 在这个礼拜当中 恐怕令大家印象相当深刻的 就是从6月的10号开始 这一波的超强美与封面 降下了降雨量 可以说是比以往还要惊人 就连高崇气象站也表示 这一波的美与封面降雨量 简直是比台风还要多 这一波超强美与封面对南台湾造成多大影响 来自中央气象局的累积雨量图 用颜色说分明 右方有色阶表示雨量的大小 以高雄来讲集中在哪块 集中在美农这一块 全台累积雨量最多的区域 用淡粉红色来呈现 降下大雨的范围几乎全集中在高雄山区 而高雄各地自动雨量站数据显示 在6月10号上午7点到8点排名第一的 集中测到71.5毫米 降雨量居次的美农在66.5毫米 而排名第三的祈山站 竟然也有63.0毫米 山区下了非常大的雨量 昨天跟今天的累计雨量都达到了600以上 旺盛的西南气流 某些山脉的走向会造成小时的雨量比较大 比如集中的地方 它每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71.5 是比台风还强的强度 以整个高雄来讲 单日的每小时的雨量超过70以上的状况 是非常少见的 高雄七上站先预告江南夷的梅雨封面还没完 预期超大好雨可能带来的天灾戒备 提醒高雄市民还不能松懈 高雄欧院朱宇宏 财富报导 而梅雨封面在全台湾都造成了各地的灾情 市府的应变灾害防治机制也向上的来升级 这一次可以说是几乎史无前例的针对梅雨封面 来开设台风级的应变中心来进行阴影 高雅雨加上强风吹的路数不断摇晃 像是台风来袭的情景 说明超强梅雨封面的威力不容小觑 摩拉克是三天的降雨 将近有2800多毫米在这个区域 但是摩拉克的台风在三天之后 它慢慢就趋缓 目前我们虽然已经过了三天 但是我们的降雨并没有持续趋缓的现象 所以后续这是跟台风降雨比较不一样 就是西南气流跟梅雨封面 它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但是它降雨的强度不会像台风雨这么大 会有超过一两百的 一百多的毫米的这种降雨量 但是时间上会拉得很长 和摩拉克台风惊人雨量比较 只怕这波梅雨封面还会继续发酵 各区的撤离人数随时掌握 我们现在强制撤离的人数 最新有民政局各区公所已经统计出来 是1540人 我手边的最新资料 不止雨量是台风级 罕见的因为梅雨做出停班停课决定 灾害应变中心的开设急速 更凸显市府对这波梅雨封面严加戒备 以往几项针对台风才会做出的决定 这次全因为超强梅雨效应一一就位 几乎是史无前例 港东新王文员刘俊善采访报答 但你把镜头转到的是六规地区 来关心回顾的是 在台27线上新发断 明明在降雨停止之后 仍然是有泥流滚滚的现象发生 当地的里长就透露会有这样的状况 是因为数十年前 两条产业道路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就是把农路和水路规划成为同一条 才会有这种就算放晴 也可能淹水的怪现象 接连几天的大雨降下 虽然现在雨势已经暂时停止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眼前这一条往六规新开的路上 依旧是滚滚泥流 造成行人和用路人的不便 情况还是相当的危险 就算大雨暂时停了 台27线新发断新发里居民 也还是没能有机会喘口气 泥流依旧是滔滔不绝 醉身淹到小腿肚 能做的只有阻止泥水 慢进家园 回下雨水怎么还是不停跟着里长找原因 眼前的产业道路形同一条小河流 并不是水路减龙路 减龙路 对 所以那边一边就有两河都这样 对 对 这对我四季就都这样 我就是落一个垃圾核 整个全部就是整个河 就是往往那边的一条河 本里没有好的是水口 所有厨没有出力到哪里 所以整个所有厨所都会在这里 在这里就整个河 比喻双边的民宅就是要沿水 稍微卡几核 只要站起来才百核 雨水要进入老农溪 沿水的水路竟然和产业道路是同一条 台27线新发段也因此道路变水路 来往车辆得特别战战兢兢 负责养护的公务总局先做紧急处理 先把这个土石推掉 但是推掉以后 因为它上边坡那个水还继续往下流 还会带泥土过来 所以推掉以后还要再继续推 那以这个地方如果是自贬自道 长渠应该是上边坡那个 要找一个相关单位大概是水保局 要做一个水路 让这个不能流下来 水路不要跟马路共用这样 才是自贬自道 市长陈菊特别到场关心 陈诺剑市府力量和中央水保局等单位 沟通协调 让农路和水路 电梯门一开走出来的竟然不是人 而是狗 怪怪难道是宠物当家 还是猫狗大战的电影场景 错了 其实这里是中山大学文学院 狗儿则是师生们任养的安保犬 俗称怨狗 边陲地带 所以一向有很多的野狗 然后有很多的猴子在这边出入 所以造成整个文学院的园区 因为很大 就是很多的狗的排泄物 然后猴子到处跑来跑去 然后有很多的跳蚤 所以那时候发觉问题蛮严重 那加上这些野狗因为可能也是怕人 人又怕他 所以基本上他们会攻击学生 所以很多学员被狗咬了 或者是被狗追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动物有地域性的概念 而且加上剧场艺术系 就我们在的地方 学生们他们工作都很晚 所以他们基本上养了很多的 两只狗来保护他们 也陪伴他们工作 师生们发挥爱心 在校方同意之下编列预算 正养照顾流浪狗 除了定期洗澡 施打预防针 还会进行训练让狗狗们担任警卫角色 尤其最拿手的就是追赶猕猴 学生上课猴子会下来 对不对 因为把他放出来 那猴子就不会下来 因为他们看猴子会追 猴子是看到会追我们人 他会追猴子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因为他们追了猴子都不敢下来 因为我们这样猴子都会抢走餐 目前文学院安保犬总计有七只 每一只不只有狗牌 可爱的名字 也有住的地方 校园内随处可见 人狗互相陪伴的有趣 温馨画面 就是有时候来上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着我们后面 一直走走 走到垫第一口这样 感觉像什么 像个朋友吧 我觉得最酷就是皮皮啊 我最喜欢的那只 不太理你的就是他 对因为他每次我叫他 他都不太理我 然后蹲在他面前 他就头就转开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叹哭 我不太理人这样 特别我每天下班 有时候回家已经七八点 九点十点 然后看到狗陪我们 继续学生在那边工作 做布局做道具 我觉得那个场面是很温馨的 对然后他们会陪伴上课 我们户外的一些课 然后他们会自己 上艺术大楼来 跟学生们交流 中山大学文学院 首创任养流浪狗 作为安保犬 无形中更为学生 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课 所以下次来 看到狗儿们搭电梯 或经过教室楼层 可别惊讶 因为他们的确是 这里的一份子 也许正在知情呢 港东新闻物质与公如窑 采访报道 最近的高雄有哪些艺文资讯 和值得参加的活动 带你一块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是民国101年6月16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奥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沾住 希望让他最好的保护 他说现在他大了 让他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紧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临前 快乐在心田